Hello大家好,我是马大姐,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聊职场穿搭 更准确的说是40家50家那些法国妇女们的法式风情的职场穿搭 一说到法国女人啊,年轻的法国女人就是抽烟喝酒烫头 就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时等待被人驯服 那等她们到了40岁50岁甚至60岁的时候 从她们的眼神和仪态穿搭中也依然能看到那份野性 是洒脱自信 就好像我随随便便从衣橱里拿出一件衣服 往身上一套,就是一道风景 老娘就是这么有品味 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她们衣橱里有很多这种经典百搭的单品 我们今天呢就列举了四要四不要 轻松打扮出有法式风情的职场穿搭 首先第一个穿搭误区就是黑色套装 黑压压的一片显矮显老没精神 从衣服的颜色上来说呢 黑色其实是我们认为最有安全感的颜色 但是黑色也是最不好搭的 除非是那种气场非常强大或者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才能撑得起黑色 否则的话像40家50家的姐妹们 年久日衰皮肤暗化老沉 都很容易让黑色给吞掉 搭不好呢就会显得没精气神 尤其是在职场中 除了那些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 别人不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的穿搭就像一张明信片 没有人想在我们的明信片上写着 女40岁看起来像50岁 穿着暗沉没精神 我们当然想要的就是干净整洁 隔体有气质 而且要有那种不输年轻人的高级感 这样才会让我们更有专业感 那这件改良款呢 它是来自优衣库的一件这样 吊袋连衣曲 注意它不是一件睡衣 人家是有内衬的 而且还有两个口袋 是这种实打实 正儿八经的裙子 这个裙子呢 它是有三个颜色 黑色 藏青色 和嫩绿色 我买的这款呢 是它的最小号 它的版型就是这种宽松版 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可以买比平时小一个的货号 它不收腰 有两个隐形的口袋 而且这条裙子在淘宝全球 有600多条评价 它荣获了4.8分的高分 满分是5分 那大家评价一般都是 水洗不变形 穿着舒服 显瘦效果明显 不会打折 而且这条裙子还特别的百搭 在穿搭上呢 我这里就搭配了一个 这种亚麻质感的 颜色比较轻薄的 一件西装外套 那穿起来就是轻轻松松 非常适合我们周一职场穿搭 不需要纠结 只要把两件往身上一套 立刻气场和职场的气质 就会显现出来 再搭配一个小高跟鞋 另一个小公文包 无论是见客户还是开会 优雅自信 而且这条裙子完全是可以单穿的 就算我们脱下西装外套 随便搭配一个丝巾 都能来衬托出这条小黑裙 优雅精致 也更适合比如说去露天咖啡 就非常的法式 非常的巴黎斯艳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 亚麻的西装外套 也不要紧 把你们老公衣处理的这件白衬衣套在身上 轻轻松松 复古又带有小俏皮 就是这种黑白搭配超级适合我们亚洲女生 那些金发碧眼的欧美人 天生骨架大 还真的是搭不出这种含蓄的优雅 那我在这里呢 又搭配了一个裸色的木了鞋 再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搭配开衫 但是最好不要穿着开衫 就会非常的显大妈气质 而是要把它们轻轻松松的搭在肩上 让袖子自然下垂或者在前面打个蝴蝶结 第二个穿搭误区呢 就是过于正式 太过于死板 就很多人都认为 啊职场啊 是这种就是拼业绩的地方 所以要穿的装重而隆重 直接就把西装套装 裤子 衬衣 然后是西装外套这样一套 而且版型呢 经常就是中规中矩 又没有细节感 这样的搭配就太过于正式了 尤其会显得非常牢记 尤其是40家50家的女生们 都会更显得死板 过时 无趣 至于它的改良款呢 优衣裤今年你也不学好 居然跟着人家感流行出了这种 阔腿裤 而且还是垂坠感 是真的不错 简单搭配呢 就是干练的英姿萨爽 这个阔腿裤呢 它有四个颜色 分别是 鲜灰色 也就是我身上这件 灰色 黑色 深米色和棕色 我选的这件鲜灰色呢 我买回来之后才发现 它其实啊 不是特别容易搭配 搭配起来都是一个吊吊 我本来是打算退回去 所以标签都没感动 我个人呢 认为深米色 应该是更具有搭配性 那在搭配上呢 我首先搭配的这种吊袋的 小吊袋 简简单单 再搭配一个小瓢鞋 就是干净利落 有气场 或者你也可以搭配这种彩色的吊袋小衫 就是温婉而帅气 但是要注意 在搭配这种酷对酷的时候 我们尽量避免上宽下宽 否则就会非常的显大嘛 而是越简单 越精神 第三个穿搭无趣呢 就是过于修行 过于佛性 就有一点看破红尘的味道 在这里呢 我先给大家讲个小段子 就是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他前一段时间就被辞职了 然后他就非常的委屈 就去找领导去理论 说你为什么要辞退我 然后领导就给他的答案就是 因为那一天 外宾来视察公司的时候 你穿着不得体 有损公司形象 然后这个朋友就更纳闷了 他说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那一天 我配的衬衣 西装外套 短裙 甚至连高跟鞋和肉色丝袜 都是按照公司的标配 来准备的 怎么就会穿着不得体呢 然后就看这个领导 当时气得面红耳耻 然后站起来说 这些都是给女同事准备的 你一个男生 你凑什么热闹 所以在职场中 我们普遍认为 得体很重要 于是很多人就会选择黑白灰 但是就缺少了灵动性 那其实在我们职场穿搭中 也可以加入一些彩色的颜色 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就非常流行的绿色 我这里选择呢 是一个优衣裤的一个小珍珠衫 它是这种半袖的 而且它的绿啊 不是那种嫩绿嫩绿 特别穿起来像一个沙拉的 它也不会是那种比较深的绿 穿起来就比较老级 它是这种绿的 正正好 而且非常的显肤色 轻松搭配上刚才那条阔腿裤 就会立刻显得优雅 关键是它的剪裁 非常的立体 短盘设计 显得腿特别的长 也显得人很瘦 再搭配上一些恰到好处的配饰 就会优雅而显贵 那我这里呢 搭配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半身裙 再配上一个白色的乐服鞋 就是优雅休闲职场穿搭 我觉得非常可配性非常的高 第二款 当我们搭配刚才那件扩腿扩的时候 就有一种那种精致的日系优雅 满满的干练的日系穿搭 第三款呢 我们也可以搭配这种黑色的短裙 或者是这种棕色的阔腿裤 也会显得气场非常强大 所以这件衣服呢 我是非常推荐的 它是比较百搭的 可能现在穿呢 会稍微有一点瘦 但是在空调房啊 或者是即将入秋的季节 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误区四呢 就是过于暗沉 远程办公也要穿的养眼 我有一个法国的男同事 他就说他老婆非常的疼爱他 就是在疫情期节 即使他老婆在远程办公的时候 都要穿得非常的漂亮 因为他老婆觉得这样呢 会让他老公看起来也赏心悦目 你看法国女人这点小心思 随着疫情的过去 很多传统的工作模式都在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呢 倾向于在家办公 那在家办公不代表你就要穿睡衣 因为你要开一些视频会议啊 所以你也会也应该把自己打扮的尽量的正式一些 所以在穿搭上呢 我们既要应付职场的 专注也要结合在家里的休闲惬意 那我这里选择的这件优衣库的one piece洋装呢 就是简约优雅 它尤其是这个威领的设计 就会显得我们的脸特别的小 然后它上面的肩带呢 又比较宽 非常的容易遮住妇乳的地方 材质呢是百分之百的纯棉 就别看它有一点不起眼 但是搭配度非常的高 这件裙子呢有三个颜色 是黑色墨绿色 和我身上穿的这件深粉色 那说到黑色呢 就是有一点太保守 而且它是这种大面积的棉质 比较厚的连衣裙 就会穿着可能会显矮 然后墨绿色呢 我觉得颜色也比较深 穿不好的话会显得人比较暗沉 我之所以选择这件深粉色 我当时心里也在想 它会不会显得有些土气 搭配不好 确实会显得土气 与其这样呢 我们就完全不做搭配 就用这件连衣裙 做整体穿搭的亮点 只是随意呢 搭配一些配饰 来提亮它的精致度 而且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呢 就在它的剪裁上 这种洋装裙子的剪裁 可以让这条裙子非常的大气 而且它厚实的面料 又可以藏肉 垂垂感又好 就会显得很有质感 直接套上呢 就会很贵齐 简约大气 配上简单的发型 又转又自信 你就是最美的牡丹花 以上呢就是今天总结的 非常简单的四要四不要 做优雅的职场法式穿搭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 有帮助的话 感谢大家点赞留言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最后呢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